在美国的新冠死亡人数接近19万人之际 民调支持率落后的特朗普对11月3号大选的对手拜登 以及他的竞选伙伴哈里斯发动了广泛攻击 据美日邮报报道 9月7号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指责他的民主党对手愚蠢 并要求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和卡玛拉·哈里斯 应该立即为他们发表的不计后果的反疫苗言论道歉 据悉前几日在宾夕法尼亚州举办的竞选活动中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要求政府在疫苗研发上保持透明 拜登说特朗普说了很多假话 他担心如果美国即使有了好的疫苗 人们将不愿意使用它 拜登还说特朗普正在破坏公众信心 并敦促美国人听从科学家的意见 另外拜登的搭档哈里斯前段时间曾表示 他不相信特朗普会在大选前接种疫苗 他还担心医疗界的成员可能会被噤声 哈里斯说他们或将受到迫害 或者将被边缘化 因为特朗普眼看着在不到60天的时间里 就要举行大选 在病毒疫苗的问题上 他抓住一切机会 试图把自己伪装成一个领袖 而实际上他并不是 面对拜登和哈里斯的质疑 特朗普迅速做出回应 9月7号在外公前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 特朗普表示 这是两位民主党代表的政治谎言 他们说的话对美国来说是很危险的 这种疫苗将非常安全非常有效 而且很快就会交付使用 甚至可能会在大选之前 特朗普还说到 拜登和他非常自由的竞选伙伴会摧毁美国 也会摧毁美国的经济 他们应该立即为现在谈论的 不计后果的反疫苗言论道歉 一项口不择言的特朗普还宣称 拜登想让美国屈服于新冠病毒 还一度称拜登是个愚蠢的人 特朗普之后将枪口对准了哈里斯 直接应该对哈里斯仔细进行调查 除此之外 特朗普再次驳斥了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报道 该报道称 特朗普将阵亡的美国士兵称为傻瓜和失败者 为正清白 他还刻意强调了前白宫幕僚长助手 扎克福恩特斯也否认了这一报道 在散乱的讲话中 总统还赞扬了美国劳动力市场 从疫情引发的衰退中慢慢复苏 并暗示拜登将破坏这一进展 特朗普一直试图把自己描绘成 重振经济的最佳人选 尽管有批评称 他最初对病毒威胁的忽视 导致了健康危机和经济衰退 大选将至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特朗普和拜登现在每一次对抗 都是为最后的大选所做的冲刺 接下来拜登和特朗普还会当面辩论 美国政坛的这出戏只会越来越精彩 学校这边的女性 感谢观看